今天來到Selford的Selford這個盤 Castle Elwell 近來這個盤賣得很快 因為它是尾期的 剩下的單位都不多 這隻屋形之前賣是獨立屋 現在是半獨立屋 裡面有兩房三房 每隻屋形只有幾間 賣剩幾間 之前的屋形還沒拍過 現在進去就拍給你們看 大家好,我又來到Selford的Castle Elwell 城市中的六周 位置是Selford的M6位置 這裡來市中心很近 十分鐘車程 剛剛檢查,現在時間是兩三點 都算是幾繁忙的道路 十分鐘這個位置去Victoria Station 只需要十分鐘檢查 去某些市中心的位置不塞車 其實幾分鐘就去到 很近的 我那次開車在Wiredux 市中心Wiredux 都是Selford那盤 開車過來 GPS顯示是十一分鐘 所以這個位置的大賣點 就是很近市中心 現在呢 有些屋形還在賣 叫做賣剩 還有幾個單位 兩房有幾個單位 三房某個屋形 只有幾個單位 和你去看看 今天走進去看看 這幾款屋形 都是兩房和三房來的 左邊是Type-C 三房兩層 中間那個是Type-G 就是三房三層 最右邊那個就是兩房 他們就是這樣 我再給你看看 左邊的三房 和右邊的兩房 先看右邊 最右邊的兩房屋形 看看是怎樣的 好了 進來看看兩房的一間 這幾闊 一個open pan 來的 廚房在這邊 吃飯廳就在那裡 看看一個廚櫃 廚櫃 一個C字形的廚櫃 都蠻好用的 所有東西都在這裡 但是電器就不包 前面焗爐 爐頭 抽烤煙機是包 那個微波爐也是不包 他的東西會放在哪裏呢 洗碗貼機會放在這裏 洗衣機會放在這裏 如果你做這個升級項目 還有這邊 雪櫃 和冰箱 在台底做這個 那就不用在旁邊放雪櫃 但是如果你說我不喜歡 雪櫃放在這裏 做回櫃的 其實自己可以買雪櫃放在這裏 因為這個範圍 其實在客飯廳都夠闊落 尤其是這個只是在兩房的單位 在這邊看一看廚房 那邊洗碗 就看出外面的窗 看回門口 過來這個客飯廳 這道餐桌這樣放出來 六人餐桌也沒有問題 雖然這個是兩房的單位 這個看過去 它有一個電視位 沙發就放在左邊 其實在這裏看電視 其實在這裏看電視 軟了一點 略嫌 要放一部很大的電視才行 很奢侈 所以其實可以移前一點 這樣的位置看電視 然後呢 在後面做回櫃 沙發後面 用來擺東西 會比較實際些 過來這個角度這樣看過去 拍到這個兩房單位 其實是很寬鬆的 還有這個 拍到多羅出外面 花園 整個感覺我覺得都挺舒服的 再往這邊 這裡還有一個全面空間 這個東西呢 是太陽能板那塊 跟來的東西來的 那這期呢 尾期這裏呢 這個盤呢 全部都跟了太陽能板 所以它的EBC呢 是可以去到A級的 Fusebox啊 還有 也是太陽能板的一個裝置 這個斷太陽能板的電 這個其實可以看到 看到kWh 它是看到你的太陽能板 可以做到多少電出來的 它是沒有儲電池的 新版的太陽能板 它是 職用的 真的 有一點太陽能電筒的原理 尿錶地下當然有洗手間 講漏了 就是這個位置 一進來轉右邊 就是一個地下的洗手間 有窗的 反而兩房是有窗的 三房的地下的洗手間 是沒有窗的 兩盞燈在上面 一般的配置 是洗手盆 這樣 闊闊落落的 好 上樓梯呢 一個轉彎的樓梯上上面 上面再轉到一個彎 中間這個Landing上面 就有上Loft的位置 上來就一個浴室 左邊的房間 右邊的房間 先進來這間房間 這間房間比較特別 有朱立葉的露台 朱立葉的露台 這裡的門是可以開的 然後你可以站過去 如果是羅蜜套在下面 這樣看過來 這邊 其實都很闊落的 因為我在一個位置 應該是床頭 那邊一拉 這裡一拉 做完衣櫃 就很夠用了 拉開這個門 闊到 即是你的衣櫃可以做多少尺 轉回去 尺先 九尺 九尺衣櫃太長了 所以可能衣櫃加桌也行 就是朱立葉的露台 看看另一間房間 這兩間房間的好處 就是兩間房間各有特色 那裏有兩隻落地的玻璃窗 或者是玻璃 左邊是一塊玻璃 右邊才有窗 雙人床的床頭就是這樣擺 兩個插數位 衣櫃可以放在這邊 它的深度也是很闊的 即是很深的 所以兩間雙人房都是覺得是闊落的 又度一下這邊 這裡是差不多14呎 13.88呎 這裡這樣度過去 所以這兩房單位 如果你不是不多人住 都幾不錯 因為它兩個雙人房都幾闊落 而且地上的廳都覺得是闊落 即是一個合飯廳 所以你覺得 在這間屋居住 生活都不覺得不全 我會這樣覺得 這個家庭浴室 它就沒有窗了 因為這間是一間 Mid Terrace 裡面的全磚已經包了 因為它裝了花札 這裡也包了 所以這是原裝磚位 有個暖毛巾放在後面 再出去看看一個三房的屋形 然後看看這個三房兩層的屋形 三房三層的屋形 就全部都賣光了 只有這個三房兩層的屋形 在賣光而已 只有幾間而已 一進來 右邊是廚房 看看左邊的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和剛才的兩房有點不同 沒有窗 其實這裡可以開窗出去 它就沒有開窗 但是呢 也有個抽風 這裡也是泥 沒有窗 就一定要有抽風 看看廚房 這樣的廚房 這裡還有個高高的屋形 我覺得這裡後加 自己鋪磚就會好一點 我覺得這個位置 不然就好像整濕了 這裡或上面也是 可以放東西更加好 如果現在是漆油就沒那麼好 然後有升盤 其實它的洗碗碟機 和洗衣機的位置 就可以放在這裡 焗爐、爐頭、七溶煙機 就包了 這邊就放雪櫃 那個櫃 所以這邊又有個落地玻璃 向外面 玻璃就是在這裡 好 廚房站過來這樣看 就是這樣 所以雪櫃就在這邊 在這邊開 但是雪櫃還未放在裡面 這裡還有一些架 可以放東西 這個櫃 這樣做法 好 過來看看 這個盒飯廳 這個盒飯廳很大 這個尺寸很不錯 這個尺寸 這個尺寸 這裡也是放飯桌 你放什麼飯桌也可以 那邊 那邊呢 也是很闊 又是放一個電視 亦都是梳化 可能你要往前放 剛才在量度尺 一直在量度尺 看看這裡有多闊 這裡是17尺有多 就是這個位 去到那個位 這個那麼闊的位又有多少 16尺多 這裡那麼闊的位 就是這樣看過去 這樣看過去 這裡就看來 看去廚房那邊 那邊也有一個儲物空間 放東西 也有一個太陽能的裝置 在這裡 接著 FILMS BOX 下面 這裡已經夠放東西了 這麼多位 好 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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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還有一個落地玻璃 所以陽光這樣灑進來 都挺光亮的 那些單位全部都包起來了 再在這邊看 所以這個三房Open Plan的地面是挺闊落的 它沒有一個獨立的客廳 但是它 因為沒有一個獨立客廳 所以它給你一個很感覺到很大的Open Plan的空間 上樓上 又是一個轉彎的樓梯 上面也是轉彎 Loft 上去那邊 那個上去Loft的位置 Smoke Alarm 三間房左邊兩間 遠處一間 中間這個家庭浴室 看看這間 這間是最小的 有一個落地玻璃窗 床就放在這邊 這樣放 這個9呎 再量度在這裡 7呎 在另一間房間看看 地空間 是這樣的 也是一塊落地玻璃 這間房間 軟板就在玻璃窗旁邊 這麼大 再量度一下 這個8呎 這邊 10呎 這邊 去到第三間房間 看看 第三間房間之前 看看這個家庭浴室 這樣的尺寸 這樣進去 轉彎才看到 馬桶 它也是沒有窗的 但是當然有一個窗封在 暖毛巾架就放在這裡 就好 看看第三間房 第三間房間有一個 朱立穴的露台 旁邊有一隻窗 床就這樣放 床頭向那邊 都可以 不過 插梳的設計就是這樣 然後按摩就在我後面 正常的套餅 裡面就是全磚上頂 花灑 亂毛巾架 這個也是原裝磚位 過來這邊看看 這樣 挺不錯的 這裡還看到一些綠葉 透過朱立穴露台 和落地玻璃 看看這個寬度是多少 都十尺七的 這邊 因為這裡進來的 這邊看看是多少 876的 所以看你怎樣設計 看看怎樣放 因為床放過那些 裡面應該是放到衣櫃 來的 再出去看看 今天天氣不錯 過來看看這個閘口 這個閘口是挺不錯的 是這個屋苑獨有的 都挺獨有的地方 就是 如果你有車 你就會 在這裏後面 在這間屋的後面 有個佛背 就會給你 你就在車上 遙控去開這個閘閘 這個是電閘 裡面有些 倒垃圾的地方 你就不需要有自己的垃圾桶 有些大家用的垃圾桶在裏面 然後就在一個圍欄裏面 你只要把你的垃圾分類 丟在裏面 就可以了 所以就不用 定時去洗垃圾桶 不用照顧垃圾桶 所以有很多 客人 他們是住在 在市中心 然後他們就租 然後他們就買到這裏 用回那種感覺 不用處理垃圾桶的那種感覺 而這個閘也都攔住了 其他閘疾人等 去Access你的車 保安就會比較好 我現在過去濕地那邊 跟你看看 濕地那邊 看來這個盤 是怎樣的 Castle Elwell Elwell是怎樣來的 就是這個河 這裏叫做 Elwell Wiffra 就是這個河隔壁 有些人就會擔心這個水浸的問題 你看看河多深 後面多高 我不是有時常說的 如果這裏的水 要上到這裏 而這裏的河 貫穿了英國那麼多 那麼 那麼多地方 如果水要升到那麼高 才可以浸到這個位置 那很多地方都浸了 那都幾恐怖 如果到時 如果真的會有發生這件事 所以這個 憑你自己 想 這個位置的水 升那麼多 大不大機會 而影響到 在我的盤 的後面 這樣 這裏就是 那個壽樓署的停車場 接著這裏就是 Port 7 接著是Port 8 Port 9 一直走 這裏走進去 就是那個濕地的 條路 這個壽樓 而 這裏是怎樣來呢 因為這裏整個盤 其實外牆 都有一些紅色磚圍住 好像一個 像一個堡壘一樣 加上那條河 就改名叫做 Castle Elwell 這樣 因為那個牆 聽聞都是一個 保育的牆 是不能拆的 因為都有些歷史 其實這個盤 最早期 是一個麻牆 它以前是一個麻牆 其實這個位 就是很久年前 而 Selberg的老闆 Selberg的老闆 為什麼叫Sel Boy 我再說一次 Selford Boy Selford Boy 就是Sel Boy 他就 情有獨鍾 對這個地方 因為他曾經 在這個麻牆 打過工 所以對這個本情有獨鍾 所以為什麼 Selberg 他建很多 Apartment 為什麼會建一個小屋 買這個地 其實都是有一點 因為一個感情 所以那些外牆 就是以前的麻牆 就是圍著的外牆 之後也有改變過的用途 做了一些宿舍 一個大學宿舍 這樣 我剛才就 站在裡面 拍給你們看 這幾個屋形 我再走前一點 再拍給你們看 接著我就走進來 盤的最入的位置 後面就是 濕地 看一看這邊的盤 其實都建好了 差不多燕樓 這裏是最後一期 最後的 最北面的單位 來的 看一看 他剛剛就在洗外牆 都幾認真 建完之後 洗外牆 才再 膠樓 去裏面做清潔 看到 在露台上 這幾間賣的 這裏有四間屋 左邊的三間 現時 還是available 還可以賣的 這個景就開揚了 看出來 這些是草地 看出來的 看出來是這樣的 很舒服的 可以讓你的眼睛 是很舒服的 然後這裏 一路一路都可以跑步的 你看到那些遠處 那裏有騎馬 畫了一些騎馬 在這裏 騎馬 畫了那個應該是一個 變壓站來的 那些雀仔整排 這樣飛過來 一字形 因為那裏是濕地 所以他們就有很多雀仔在這裏 飛來飛去 這裏其實一路沿著 橫著 你看到那裏有個人在 其實在這裏 可以一路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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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的 其實濕地 真正的濕地在這裏 轉彎後面 再往後 所以這間屋 看出來的景 都挺不錯的 這幾間 很開揚 可以得到 很好的景觀 再踢過少少這個彎位 就拍過來 Castle Elwell的這個盤 嘟嘟這裏 第九旗的這一邊 看出來 這個草地就是這樣 幾舒服 看著這些綠色的地帶 所以如果你很想近市中心 然後你又很想要這個 這麼綠色的地帶 這麼大片的草地 加上它裏面的公園 其實都是一個 很多綠化的地方 或者甚至乎 其實它的 盤裏面 屋子 屋與屋之間的路 其實都是幾闊落 綠化都做得不錯的 你喜歡這些東西 就可以好好考慮這個盤 如果你想買這個盤 記得找我們 杜物業幫手 全程幫你跟進 連到購買 去到收樓 安排驗樓 整個過程都免費幫你跟進 因為這個是我們杜物業的代理盤 在這裏 多謝收看 拜拜 來自我 這裏 我都不想買 我都不想買 這個問題 我都不想買 我都不想買 我 我都不想買